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Jeremy早前推出第三首Solo 阿波羅 美得震的MV 真是多得注册的堅持 和幕後朋友幫忙 而導演波仔昨天都特別推出了一條片 跟大家說說拍攝的心說 我覺得最神奇的是你們會找到一個這麼瘋的位置 幸好 不知道你們怎麼找 那天我們叫做了 我們說等多一會 半個小時等一會 我們就在這裡找 真的老過見到 然後硬爆下去 尊敬 生命共同體 尊敬 Yes Sir 朱仔這麼努力 他的Unicorn也立刻做事 舉辦了一個為期12天的Garden of the Euphomnius展覽 應援 負責人之一的CW或展覽 由3月開始籌備 差了大約六位數字 希望為Jeremy新歌應援之外 也為他拿心力軍獎做勢 見到現場這麼多有趣的東西 大家都打到手軟了 不如由CW介紹一下 阿波羅這個鳥龍設計 我們擺放在整個場地的正中央 當中有一個大金色的圓球 它是代表著光明的 因為阿波羅正正是 曾經有一些過去陰謀面的神 但最後跨過了面向了 都可以成為一個光明之神 所以大家記得要在大鳥龍製造一個打卡 今次我們有一個神秘嘉賓 就是叫駿駿公仔的巡遊 他是一個巨型的駿駿大公仔 他是以Jeremy第一次生日會的造型 做一個圓形設計 他就會在這個場地 在特定時段 跟Unicorn見面 做一個巡遊 亦都可以跟每一位Unicorn做一個合照 所以就記住要看他 什麼時候出巡的時段 預約 另外兩位義工都推薦深水打卡位 我最喜歡阿波羅那個位 我覺得他有阿波羅裡面 當我繼續渴望 碰每一個太陽 請你繼續記住每一個黑暗 我覺得這個歌詞 是很能表達到他首歌的訊息 再加上他的造型在中間 所以我覺得這個位置很特別 是不是都是你的王子 他那些多數都是王子 他是我的太陽神 我最喜歡的部分 就是那個LED螢幕那一部分 因為他裏面都有他表演的每一個片段 演唱會或者是MV 以及以前的一些訪問 都可以勾起很多以前 由以前喜歡去到現在的每一個回憶 為什麼先生會不會合錯 不會 因為他也是一樣喜歡Jeremy OK 他很理解 他很明白我喜歡Jeremy的原因 沒錯 我先生是一起來的 感染當然有一點 但其實都是他自己都發現到Jeremy 很特別的地方 以及不只是限制女士才會喜歡 其實是男士都一樣 這麼欣賞Jeremy 至於Me Tata 就特地請隔離朝聖 猛地讚Jeremy 台上有爆炸力 性格溫柔又有善良之餘 還全力支持偶像 拿男生人金獎 非常支持 大力支持 Jeremy要加油 是啊 很希望他衝擊到男生人金獎 加油加油 全力支持 Jeremy要 要好好相信自己 要給多些信心自己 其實已經做得很好 雖然都知道他很高要求 但希望他對自己高要求之餘 都要多多愛自己 希望你多些欣賞自己 你的平革非常之好 簡直是100分 由Unicorn大大力打氣 Jeremy一定很溫柔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